剑籍元年 井高祖宣誓 联合十六世家建立大井 靖安三十八年 大井三百年来的繁华平静 终被打破 内贼通敌 外族直到宣经 四皇子在西王与众世家的辅佐下 击退外敌 成永元年 四皇子登基 封赏立下战功的皇族世家 成永三年 检查御史告发西王乃通敌之人 成永帝怒下圣旨 西王谋逆诛灭满门 成永十二年 太子并故 成永帝沉迷长生之术 不问朝政 除军未令 朝政已计态复 内阁首府 陈王 昭阳公主为首 各成一派 自此 大井世家纷争 天下暗流涌动 消灭 二十五月 消灭 三十四月 以为天大人 三十五月 一切 三十五月 二十五月 十五月 二十二 啊 好 嗯 哎呀 你醒了 伤痞 今后 你就是花家少主了 这封号于你而言 的确来得早了些 但你会慢慢长大 到你真正能够担负起花家内ORY 便会知道花罩禄的秘密了 好 你自己来 好 快到了 此时的难堂 应该还很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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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多谢花家小姐出手相叫 我们这种世家子店 穿着用的都盖着招 出门在外还真是麻烦 小爷大名纪远起 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 以后进了民庸 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行 成永十四年春 元起少主于花仪前山 设陷阱抓机 却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 幸逢云中郡主出手相救 又来了 元起少主心中惭愧 一时恼羞 侠云中郡主私逃 什么私逃 郡主 是 那是我家庄的技史 我们家有个技家史的传统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反正打我成了少主开始 就有个技史 整天跟在我屁股后头 小爷爬个树 抓个鸟 下个河 他都要记下来 我又怎么都甩不掉他 反正民庸书院有学子之外旁人免禁的规定 进了书院就能甩掉他 也算成全小爷一桩心愿了 啊 到了 这就是民庸书院 还原来 他还能决定 就我家患上 他还没决定 我家小姐 怎么不乱 你怎么这样 你我家的 能让我宣伤 找到 请两位拿好玉牌 随我来登记 龙宋环瑶 请楚家邵将军指教 你怎么又来了 郡主久居南堂远离朝局有所不知 民庸书院向来有演武的传统 学子之间挑战切磋以此精进武艺 而那边相争的两人 一个是环家少主环瑶 一个是楚家柚子楚瑜 环家近年衰落开始拍摸 不 是亲近当朝朝阳大公主 而楚家当属陈王一脉 这两派在朝中本就势如水火 别听他瞎说 哪有那么复杂 不过是两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走 我们靠近看看 这个是讲的 别指 我直奉 如果是模仿 不是 你真的在想 你能夹杂 你不能复杂 让我复杂 不要杂 我 你没得邪 好了 我 是啊 我 南唐 花家人 你们这些没落之家 今日是打好算盘 缠上我楚家了 不必狡辩 既然如此 要战变战 等等 这样的热闹 怎能少了小爷我 要动手 算我一个 又来一个 也罢 管你们多少人 两件吧 怎么办 你们再说 什么 我一个人 让你们看 那我 我没有 否 你 我 不 今日之事,我记住了,不过,花家那个,你不该称我童业,来日书院中见了面,叫师兄。 二年山的楚师兄是吧?小爷我大明纪元起,来日在这儿啊! 皇家近年衰落,开始拍摸,不,是亲近当朝朝阳大公主,而楚家当属陈王一脉,这两派在朝中本就势如水火。 郡主说什么? 那这位皇家少主,岂非太过冒险,若他败了又该如何? 拜了,不是更好吗? 楚家少主乃是二年生,又是上过沙场之人,皇家少主若能取胜,并一举成名,若败了也堪称勇气可嘉,亦为美名。 两位少主,时审不早,可准备好了。 你,你刚刚不是还在向楚家那个通风暴戏吗? 怎么神出鬼没的? 明庸书院之内,谢绝家人随行,还请两位少主先在此拜别亲友,再随我入内。 郡主! 明庸不义,我一双不能陪伴郡主所要。 这把匕首,就全当带我保护郡主了。 少主,夫人要我嘱咐你,进了书院,莫要摸到树就上。 这里的树不比华青的结实,你若是再睡着,保不准要掉下来摔破头的。 夫人还嘱咐了,入了书院当以课业为先,少主你那建立大井第一乐团的红院,还是,徐徐徒之吧。 哎,行了,行了,小爷都知道了,你回去路上,小心山贼,别让人抢了你那宝贝册子。 两位,请随我入山门吧。 郡主,我…… 华夏上下,都会在南唐等你回来。 华夏上下,都会在南唐等你回来。 这么偏僻,是怕被打飞的人砸到花花草草吗? 山下便是直接舍与庭兰舍,直接舍为男学子寝舍,庭兰舍为女学子寝舍。 两位学子请谨记,庭舍之中只可携带必须用品,若被发现…… 嗯,后山仓库已堆满了莫收来的奇珍异宝,没什么地方。 啊,有空一起去后山寻宝吧。 呃,这个……两位请看最高处,这里便是书阁。 民庸书阁卷质好凡,许多学子会来此进修,临近考试更是一座难求啊。 小爷对这种地方不感兴趣。 诶,下面这些方块屋子是干嘛的? 书阁周边便是学堂,也是各位学子平日出入最多之地。 学堂外的讨礼斋是先生们的办公与休寝之地。 平日若想向先生讨教,也可以来此拜访。 啊,对了,先生们是不接受赠礼的,还请学子自重,啊,不,收回好意。 此前有学子给某位先生送过千枚顶级清玉,至今仍埋在后山呢。 优优优独播,至今仍埋优优独播。 两位学子,请将这张地图收好。 学子机敏,民庸之中只论学理,不论朝理。 两位既入了民庸 便要依从书院中的礼法 只论学礼不论朝礼 那皇帝来了呢 皇室子弟在民庸也是一般学子 两位学子需谨记此条 今后在这里怕会有大用场呢 纪学子请随我去直接设 花学子请在此等候 另一位书士会来接应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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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就叫你名字了 我们应该还有一位摄友 不知为何还未出现 倒也没关系 今后共处一室 还望彼此多多照顾 我听说山门之事了 是因为这个才在路上耽搁了吗 误会 我倒没听说什么误会 只听有学子说 花家少主和季家少主 为还家挺身而出 迎战楚家人 说起来你们花 季 还 楚 乃是大井开国十六府世家中 现下仅存的四大家了 还家境况 也的确令人唏嘘 不谈这些了 方才舒适已经将你的学子福送来了 你从南唐而来 穿卯牢碌 还是先梳洗吧 梳洗过后 可以在这里歇息片刻 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等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一起去选课吧 好 好 明天 好 日后下了课 就能随时来这里歇息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快些去选课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